2月2龙抬头 中国民间将2月2这天理发称为剃龙头 因此每逢这一天 理发店往往顾客迎门生意兴隆 而在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剃龙头也与口罩消毒水产生了关联 2月24号 中心社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理发店 用镜头记录下抗疫时期的2月2 进店以后呢 我们要首先要先进行这个消毒洗手 然后呢所有的工具包括我们的座位 要进行这个清理 用巴斯消毒液 在服务的过程中呢 我们尽量避免少交谈 每隔两个座位安排一个顾客 也就是说尽量拉大我们这个空间 店面这块首先先要求员工 每一个人每一天必须戴着口罩才可以上班 每天要做这个体温检测登记 这是店面每一个员工每一套工具 做完一个客人必须消毒 日前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美发 美容行业经营的服务指引 指引明确美发行业推广预约服务 减少入店人数 记者走访多家理发店看到 顾客需凭预约信息进入店内 同时为了减少店内人员接触 大部分理发店工位保持了分排 间隔做的格局 我们现在是分时段的这么一个预约形式 然后尽量把我们的所有的顾客 给他分时段的去安排好 然后在店内我们进店以后 所有的在全程的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顾客也好 包括我们的员工也好 要全程的佩戴口罩 在公众号上他们就已经开始这种预约制了 所以他每天大概有一个人数的限制 所以我是在线上公众号上预约的 然后实际到店来检发 所以这样的话也避免了交叉感染 为了保护顾客健康 理发店每天营业前要进行场所设施 设备的消毒处理 这也增加了经营的成本和难度 在美发行业从业者看来 尽管经营有困难 但特殊时期下的考验 也能帮助员工成长 全店消毒的成本非常贵 而且每一天建立所有的严格的流程 其实执行起来 其实挺费劲的 因为每一个客人必须要消毒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成本肯定增加了很多 网络呢利益肯定接下来很多 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也是个考验 我觉得这样的话 经过这次疫情的这个流程啊 我觉得对于员工自身成长了很多 中国民间俗语里有2月2替龙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的说法 农历2月2称赞了人们对新一年 从头开始的美好愿景 而龙抬头日也称春龙节 曾这一天使春回大地 万物生长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